因为怕我家猫自己在家寂寞 我就买了个小机器人陪他 刚一动上孩子有点不适应 吓得跳起了芭蕾舞 还动不动就被吓得一惊一扎 你怕什么呀 你看我给你磕一个 不过孩子毕竟是小计划 十分钟后他就完全适应了这个新小弟 并且展开了教育 伦敦逐渐认可了这个他新收的小弟 我也就放心了 第二天出门的时候 我甚至打开器人跟伦敦说话 他竟然听懂的是我 伦敦你在家干嘛呢 他甚至还主动走到摄像头前撒娇 暗示我快点回家 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 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